一起来关心我们的交通问题 虽然在每一个路口都设有交通管制灯号 但用路人在遇上救援车辆时 却会搞不清楚方向 而为了让民众可以更加明了让车动线 也提升救援的安全 华丽县政府从5月份开始 规划设置路口警示系统 并且率先在临近慈禧医院的中央 中山路作为优先的事办 预计在8月份就可以正式上路 救护车鸣敌行进路口耗置灯杆上 同步显示出里让告示 还有爆闪灯及警告声响 这套系统是华丽县政府与中华电信合作 规划设置的紧急车辆优先市警系统 我们在紧急救护车辆 行进路口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民众他 因为紧急救护车辆他依照法规 他是可以不受耗置管制 红灯我们也可以过去 可是来到路口的时候 民众就会发现说 他到底是从左边来后面来 其实有时候有些民众他没有办法辨别 那所以我们就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做这样的一个提醒 为了提升消防及救护安全 华丽县政府选在临近慈激医院 及消防总局的中央中山路口 作为率先事办 预计8月可以正式上路 目前消防局的所有救护车 及水箱车水库车上面 都有一个这个感应的系统 当然目前这个是属于一个测试的一个阶段 平时我们局长也有叮咛我们的同仁 在经过路口的时候 不管是红灯绿灯 我们还是会优先停看厅 以及在路口一个暂停的一个动作 这样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 华丽县政府表示 这套系统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为了符合日常的使用需求 会再做检讨及更新调整 如果效果不错 就会陆续在更多路口规划装设 记者综合报导